Sony 确定签约与YG旗下厂牌,有望以Solo歌手出道。 24日,YG旗下推特设立的厂牌The Black Label方面表示, 与作为艺人展现才能与强力的Sony签订了专属合约。 为了Sony进行多样的尝试与活动,成为顶级艺人,我们会全力进行支援。 Sony从JYP娱乐离开后,虽然有多样的所属社,对她抛出改来之,但是她最后还是厂牌The Black Label。 Sony通过出演生存在16进入大众视野,随后又参加大约的节目Produce 101,第一季并以I-O-I组合出道。 通过I-O-I活动获得了很多喜爱,除此之外,她也以一能感,与率直的口才活跃于各种综艺节目中。 据悉为了尽快出道,比起成为女团成员或者作为练习生,Sony最有可能以Solo歌手出道。 在此前的8月20日,Sony发表了以JYP的专属和约解除的消息,25日,Sony也公开了签约后的近况,并在Instagram上写道Happy to be here,finally feels free huh。 真好,并上传了照片,从未知标签来看,她停留在荷兰的福里斯兰省的首府吕巴登,身后是悠闲的景色。 Sony露出明朗的笑容,她的美貌吸引了人们的视线,网民们纷纷表示Sony加油等热烈反应。 在随后的26日,Sony就被任命为荷兰水技能基金会大使网站简介中写道,她仍脚踏实地,将家庭和价值观放在生活的中心。 她为自己的荷兰、加拿大和韩国血统而自豪,并且在她的群体里很活跃,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成就,而毫无疑问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。 在当天,Sony的父亲Marco Gomer也在即将进入陆军三世观学校之前,曝光了与家人们一起吃饭的照片,特别是大家一起直角吃饭的样子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 吃饭途中她的夫人突然提到海军陆战队的饮食文化,提议大家吃饭时维持直角,一直到用餐结束令人忍俊不惊。 途中Sony抱着爸爸,为他注入力量,全家人都在齐心协力为他加油。 据悉,Matthew Domer参加了全新综艺《真正的男子汉300》,这一季将会挑战陆军特种兵。 出演者不是单纯的接受军队训练,而是进行挑战,根据各自的实力,有可能被选为特种兵,但是也有可能全员淘汰。